一致的操盘手法 跌停板与掌停板 这是我们在古事里面经常见到遇到 也是什么 让散户朋友又爱又恨的东东 大家好 我是射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专门来讲跌停板与掌停板 一种极致的操盘手法 人性的贪婪 恐惧 犹豫 纠结是本性 但是是无可厚非的 如同佛教里面的贪嗔痴一样 我们在正常的生活中 犯一次错 很难再犯同样的错 但到了股市里面 因为操盘手是洞悉人性的高手 他会利用股票的涨跌横盘 将人性放大 所以才让善良的股民们 一次又一次犯相同的错误 曾经买在了高点 下次还买在高点 曾经割肉在了低点 下次仍然割肉在了低点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强装 背后的这种极致手法 跌停板与涨停板 让我们识别背后的猫腻 不再轻易的受骗上当 这个票叫做亚太实业 首先一点的话 它在这个地方是进行了一个长期的宽幅震荡 对吧 这个长期的宽幅震荡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地方是有放出过高亮 所以它在这里 是不是把这个高亮 从这个风上就转移到了这个下方来了 可是对应着再过来的时候 达到相同的位置 你看是不是这个量还是很大 那就说明什么 很不理想 有变数 那这个变数可能跟基本面有关 因为它是什么 可能要退市 对吧 它是负的 也可能是什么 有资金不看好 在这里离场了 或者怎么样 那不管怎么样 总之就是出现了一个变数 那对应着这种变数 我们如何去判断呢 我们就要通过战法来判断 对吧 高亮柱的战法 它不能够站稳 肯定就是下跌的 所以我们虽然是缩图 也可以看到 这个后面跌的什么 叫做惨不忍睹 对不对 好 那这里下跌 就肯定是属于有问题了 虽然它在底部没有放量 它不是什么增量音 但是跑到底部来跌停 是不是有问题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给了我们两个什么 两个启示 第一 极致洗盘造成的恐惧 就是跌停 因为这是大A涨跌停板制度下的产物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这里是跌停 它更后面还有什么 还有一次跌停 这种倒梯子就等同于一字 但是当天完全没有成交的 之后再来跌停 那你想 释放风险的位置 是否应该是在上方 怎么跑到下方来了 上方没有跌停 到了尾端出现跌停 除非它明天就退市 对不对 否则怎么可能这样去跌呢 而且它不是一次跌停 它是不是换手板 对吧 它只是说是换手板的跌停 好 这就是什么 它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会教会我们什么 教会我们交易的一个守则 那我们发现了这种下跌的异常 是可以跟踪 可以开启狼行千里的模式 但是可不可以参与呢 那万万就不可以参与 因为如果我们管不住手 你想 假如您在第一个跌停出手了 那对不起 后面还有两个跌停 那它叫亚太实业 那下次换了一个什么实业 那谁知道下面还有多少个跌停 所以您就会知道什么叫做跟踪 什么叫做出手 这是两码事 如果您把它忍耐不住的话 那您就会什么 受到血的教训 那跌停板的本意是巨大的什么 做空动能的释放 导致下方没有买盘 或者说你挂买盘 瞬间就给抛盘什么 给吞噬了 秒成交 所以最后导致什么 无人敢承接 股价最终牢牢的封死在跌停上 这个就跟涨停板刚好是相反的 对吧 不相信您可以下次买跌停板 一百股试试 它是秒成交 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话 大家不用去试 这是肯定是真的 但是我们说 它在这里的这种下跌的异常 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启示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随后就开始了上涨 那底部放了量 对吧 来了一根背量柱 站稳了实顶 那肯定就是看涨的 因为它是近期的一个高量 这里我们就不重复 那我们往左看 它由下往上的压力 是不是依次为这个跌停板的尸顶 然后这里有个跌停 这个上方是不是还有一个跳空缺口 之后就是这个跌停 那对应着右侧 我们可以看到 主力是用了什么 是用了一种架掌量缩成喇叭口的 碎扬慢声独吞的方式 是不是就完成了这一段压力的消化 或者说是收复 对吧 随即就开始回调 那一回调 谁都没想到 它居然又是跌停 但是虽然它在这里有量 但您与左侧这里对比很明显 那个资金没有出来 这样的量 如何将底部的筹码 稀疏卖出 所以它是洗盘 那洗盘 我们就开始结合什么 下跌的尾声 它用了跌停板的剂量 我想请问大家 这个主力操盘的手法 凶不凶悍 那鳄鱼呢 肉是挺肥的 但是凶悍 没有足够的技巧与心态 特别是新人朋友 那是极不友好的 万万不要去情恶语 咱们先从什么 说说小鱼小虾开始练手 因为被咬了一口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对吧 您的认知决定了您的操作 您的操作对应您的段位 咱们万丈高楼平地起 踏踏实实一步步来 对吧 您的段位到哪里 我们就去赚哪里的票 不是什么票 一刚开始都适合新人朋友 好 那站稳了 它的底 过了它的这个二一 是不是这个票就可以看了 因为这个时候它就有了真底抬高 那射手的关于真底抬高 再反复的强调一次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真正正确的概念 只有当这个B处后面的次阳走出来以后 才能够确认什么 它未破A处的底 这个才叫做确认 说白了 就是第二个底的出现 才确认了第一个底没有破 这才叫做真底抬高 您万万不要把这一段 就看成了真底抬高 那就错了 它可以这样上去 也有什么这样下来的 那难道您要等着破的这个底 再去割肉 我想请问一下 这段空间要套您多少 对吧 而确认呢 它是有态度的 对吧 如果它在这里来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大阳或者是涨停 也就是我们说的急阴次阳 这当天就可以确认 放到更细 如果有基础的 是结合了分时里面 就可以去确认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什么态度不明显 你像这个阳线是不是不明显 它就需要什么 需要纠结 需要时间 它是不是走了多日 N日 最后过了这个阴半 才确认 所以请你把标准要看清楚 不要混淆 因为您没有主力的电话 您不能说 所有的次阳给我都是中大阳 或者涨停 不准走这种走势 不然我不跟你玩了 对吧 那不可能 随后是不是它就来了一个涨停板 紧跟着就是下跌 上涨就是涨停 下跌就是跌停 这种强壮是不是从来一种它的操盘习惯 那么学习的朋友 是不是这就是您的菜 好 之后的话出现了放量的假音 首先我们就要考虑 对应着这里的量 是不是有可能在这里先进行了高抛 咱们先不要什么单相思 咱们先不要异想 哎呀 这里是有新的资金进来接力了 人家买了 买没买 第二天才知道 跳空阳才能够快跟上 那如果是跳空阴呢 那请您要拉拐轻 所以咱们别异想 好不好 所以的话 第一时间应该防跌 那根据单枪侦察兵 因为它是板枪 一样的也是算成是侦察兵里面的 它所指的位置 我们去看 它是不是就打到这里来了 对吧 好 它打到了这里来 那我们注意 因为整个的这一段 对应下来 它是没有量的 真正有量的 在哪里 是不是在上方 那这个上方 是不是对应的 已经到了6块4的封顶附近了 所以当下来说还比较远 那它打到这里来 上方的一个压力 是不是就来自于这个小平台 对吧 所以侦察兵 它指向的位置 将来大部队 是要开上去的 要不然传统的K线里面 又怎么会给这种长上营 还有一个别样的名称 叫做仙人 止怒呢 对不对 但是大家记住 单枪 常态 是看跌的 它不是我们的介入点 而是什么 跟踪点 所以它后面下跌了 但是呢 未破这个涨停的二一 因为我们说过 这个票主力是什么 跌停和涨停 对吧 涨停那就是极致做多了 好 所以它又后面继续向上 继续攻打 一直到什么 这里再次放出了量 那就说明什么 上次打这里放了量 这次打这里 仍然放了量 是不是属于分歧比较大 那大家要记住一点 压力比较大 主力就要洗盘 因为主力从来都是什么 水性洋化的高手 哪里压力小 资金往哪里去 哪里压力大 资金就回撤 正是资金如水般的流动 股价才有什么 如潮水一般的波段起伏 否则又怎么会有鼠浪战法 又怎么会把后浪 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呢 对吧 这是刹车 这是换挡 那请问这里的加油 是不是明显弱于前面的刹车换挡 那它既然开始减弱 然后又开始下跌 我们是不是要防常态的打结 只有该跌不跌 出现了这个信号 是不是我们才可以干 否则 常态第一时间永远是什么 要防跌的 而且它又是个什么 凶悍的阻力 那更要防 当鳄鱼张开它的血盆大口 准备要进食的时候 咱们不跑 还要上去被它咬一口吗 所以啊 是不是跌停板就来了 那拆楼梯 破金街 破尺骨人的心理防线 还要跌停 跌停后面还有一字跌停 我想请问一下 是不是相同的把戏又来了 那是不是又来了 那所以我们就要看得懂 哦 我的童年是个吃稀饭油条的主 所以成年之后大概率还是喜欢稀饭油条 那么你们没有看懂 那是您的事 那看懂了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等待后面的机会啊 那这个机会怎么把握啊 啥机会啊 放了亮的阳线 站稳了它的顶 是不是一个进场的机会啊 那左侧的东西到了右侧 是否可以复刻 起码它的下跌 目前是不是复制的 这就是它的什么 手法 那是不是机会来了 那当然肯定会有朋友就讲这个阴线的 它跌破了呀 但是您看一下它只是假跌破 第一它的日线里面 它是无量的 第二您去看一下它的分时啊 它是属于尾盘跌破 所以啊 您难道天真的认为 操盘手应该是个实行眼 下跌一模一样 上涨也应该一模一样 真是小样 稍微改变点手法 换个马甲 您就不认识它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分时 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尾盘跌破 全天都在这个水平位置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什么 一个把戏 故意的 那之后呢 就开启了上涨之旅 那我想请问一下 侦查兵侦查过的位置 请问大部队有没有开上去 所以啊 利用极致的跌停与涨停 这就是什么 强装的一种手法 上涨下跌 皆灵力 毫不含糊 这个是手已经讲过 那我们要擎拿汉装 就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 以及什么 孜孜不倦学习的基础 将来再遇上它 您就能一眼识破它 发现它 就不要放过它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 就先讲到这里 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留言 点赞与转发 更多的干货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